四年後法院才就在通知 包括爸爸也就愣愣住啦 翻出相片邊講邊嘆氣 因為影中人已經不在 段牧先生想起父親遭遇滿滿不捨 更氣憤高齡 八十五歲的老父親 得在獄中度過晚年 在這個月二十三號因病過世 我爸爸他在去年 有兩次的送醫的記錄 之後又送回到監獄 起先預防拒絕保外就醫 直到最後關頭才能辦理交報 無奈還是難以救回病重父親 家屬因此認為預防有缺失 要申請國家賠償 難道是要這種昏迷的狀態 才符合保外就醫的標準嗎 那請問一下阿扁跟某女藝人 他們也可以保外就醫 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為什麼年紀這麼大了 還得入肩服刑 原來整起官司要回縮到2003年 當時他的父親 在巴拿馬註冊的順維倫擔任船長 當年在美國德州 收視頓靠港時 五名偷渡客為了逃生達成募罰 但最後兩人溺斃身亡 另外三人獲救後 向美方控訴遭惡意遺棄 船長被依教唆殺人罪 遺棄罪送交巴拿馬重判十九年 抑鬱服刑四年後 終於引渡回臺 沒想到十年後 又被通知要重回淋獄 但他當時已經七十九歲 只是國配成立要件必須證明公務人員有疏失 加上矩陣困難 未來打官司替船長父親討公道 恐怕還有一條漫漫長路 近視頻的林世昕 程軒 你先想不到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